《双世丑飞2》正在火热播音当中 这部剧自从播出以来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许多观众朋友的喜爱 在最新的剧情当中我们都了解到 曲小谭与墨连城二人又重新穿越回了古代 他们来到冬月 结果墨连城却发现古代墨连城与他同时存在于冬月 这下可怕难倒了 所以为了更好地保护曲小谭与保卫自己的国家 他化身流伤留在了冬月 不过化身别人的他却也依旧没有闲着 一直苦苦守候在曲小谭身边 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暗中帮助他 在他遇到危险的时候第一个跳出来保护他 其初曲小谭只是以为他大概是原生古代台儿的爱慕对象或者是追求者 后来才发现其实刘伤就是与他一同穿越过来的现代墨连城 是他伪装的人罢了 刘伤的举动 令曲小谭很是星空 他被刘伤的诚心与真挚所打动 并与刘伤二人每日在一起共同探讨 如何反华现代的秘诀 后来在曲小谭帮助之下 古代墨连城与刘伤二人终于相遇了 想刘伤在古代墨连城的面前撕下自己的面具 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其中古代墨连城还是非常震惊的 但是他却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 并且二人一起共同奋斗 捍卫东旧的领土 抵御敌人 渐渐地曲小谭的记忆全部恢复 他与现在墨连城前世的各种纠缠 与爱恨纠葛 重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得知自己是爱的人就是墨连城 墨连城也在经历了各大事情之后 意识到自己是爱的人是曲小谭 所有人完成大婚 两人与两年前生产的女儿竟然也成了最美的小花童 两人幸福地完成了婚礼 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吗 想看更多关注的剧透就关注我吧